特朗普总统声称移民队伍中有罪犯和中东人 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人权组织对特朗普的说法提出异议 很多企图移民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们想去美国寻求更好 更安全的生活 我们国家犯罪率高 没有就业机会 情况很严重 所以人们梦想去美国打工 帮助家人获得成功 移民大军估计有7000多人 他们从威地马拉过境以来 已经前进了大约75公里 还要走很远才能到达美国 特朗普总统威胁要派军队阻止移民大军入境